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拉拉 如今录剧演员演技层次不起 有的甚至挨哄不敬业 愿用心演戏的人越来越少 但仍有些演员能做到完美诠释角色 不仅获观众肯定 连导演编剧都力赞 以下就为导演赞不绝口的录剧演员 一起来看看吧 连导演都赞不绝口的录剧演员 一 长相思 杨子 杨子这缘的古装剧《长相思》 被视为是数其当的爆款录剧 去年戏剧的网播量更冲破20亿 几近年榜前五名 能有这么好的成绩 除了剧本与制作好之外 演员也功不可没 现前长相思导演受访 就对杨子与几位主演的表现赞不绝口 长相思从筹备到开拍相隔了十年 本来找杨子演的是阿念这个角色 十年后兜兜转转 剧本再回到杨子手中 最终敲定杨子饰演女主角小妖 杨子也是长相思第一个定绝的演员 导演秦真称赞杨子演戏很用心 非常熟悉剧本 对人物的理解也很精准且深刻 导演不太需要操心她的表演 长相思导演 陷入杨子是一个天赋型的演员 在片场的一些即兴演出都演得不错 导演秦真更称赞 杨子的表演感染力非常强 情绪很到位 还虐心戏份时 现场工作人员都会被她打动 不止长相思导演这么说 剧中饰演浩灵王的演员郑国灵 同样对杨子有很高的评价 她形容杨子 是我见过最能吃得起苦的 进入情景最快的演员 四十多度的天 一个女演员 观众只能看到拍戏出来的样片 但我在现场看她演 她每次演完真的是累得像虚托一样 就躺在地上起不来 要缓一缓 然后接着再来一条 一遍一遍又一遍 大家对杨子评价真的都很高 除了演得好之外 她还够用心够敬业 连导演都赞不绝口的陆剧演员 二 长相思张婉毅 张婉毅一样也是获赞的 在第一季前期 她一直被观众吐槽 演瞎 找了几百年的妹妹 就在自己面前 还认不出来 人设也是三位男主 最难以吸分的 然而随着剧情到中后期 大家都称赞张婉毅演得好 导演表示 张婉毅很有少年帝王的气质 适配角色 同时还很敬业 拍摄前 张婉毅会提前一天熟悉剧本 有时候甚至还会打电话 跟导演讨论 第二天要拍摄的剧情 拍一些像戒毒影 相认等情绪激动的戏时 张婉毅也是全身心投入 戒毒影那场戏 张婉毅是真的撞上去 还要自己撞晕了 还有个可爱的小故事 大家记得长相思有一幕 是苍璇险被刺杀 小妖和苍璇 哭嚎抱在一起的片段吗 拍那一幕时 据说当时杨子和张婉毅两人 在横店片场 嚎得太大声 连山底下的电动车 都感应到两人的高分贝 音量响了起来 整条街子电动车都响了 可见两人有多投入 杨子和张婉毅 也获得电动车兄妹的称号 连导演都赞不绝口的 陆剧演员三 长相思 谭剑刺 长相思 谭剑刺 饰演的向柳 无论是书粉 电视剧观众 甚至导演和编剧 也都给了高度的好评 这个角色非常难演 因为小说人气非常高 演得不好 绝对被书粉骂得体无完肤 而且谭剑刺 同时得演出向柳 冯锋背 以及两者的结合 情绪得收着 还不能演成面摊 连编剧都承认着角色 对演员演技要求很高 但谭剑刺做到了 长相思编剧王金称赞 谭剑刺的表演 给他们带来了惊喜 而导演秦真也表示 谭剑刺一直是向柳的 唯一人选 他们就是因为 谭剑刺的演技 才选他演向柳 感觉确实很难有 其他人能演得超越他 连导演都赞不绝口的 陆剧演员 四 长相思 邓维 邓维则是被导演称赞 外形和气质很贴合 涂山景 导演形容邓维 是体验性的演员 很少用表演技巧 而是全身心投入角色 让自己成为涂山景 导演也称赞 长相思主演 都是专业演员 不会出现 大端妄词的状况 大家都是准备好 才到片场 像邓维会经常坐在摄影机旁 研究自己的表演 也经常会找导演讨论角色 都是很认真 配合的敬业演员 连导演都赞不绝口的陆剧演员 五 梦中的那片海 肖战 一般流量演员都会与烂演技 画上等号 但肖战得到的评价 却很不错 去年肖战播了仙下剧《月谷摇》 和年代情感剧《梦中的那片海》 其中获得比较高评价的是 《梦中的那片海》 为证据题材 豆瓣冲破了7.5分 导演傅宁也称赞了肖战的表现 《梦中的那片海》 导演傅宁表示 这是他和肖战第一次合作 他认为肖战非常认真 唯独剧本时 肖战说自己没演过 以北京为背景的戏 觉得有点没底 后来与其他北京演员对戏时 肖战都会一遍遍纠正自己的台词 傅宁导演称赞肖战 他非常聪明 也有能力 塑造人物的能力强 且物性高 同剧的老戏谷也曾和导演表示 肖战这孩子不错 我给他戏他能接着 这其实不容易呢 有些演员老戏谷急性一出招 年轻演员接不住 只能再待一待的复读台词 但肖战是能接住的 连导演都赞不绝口的陆剧演员 六 长风度 白静廷 长风度两位主演也都获得了称赞 导演尹涛表示 白静廷和宋毅是他们的第一人选 当初先确定下来的是宋毅 后来白静廷看完剧本 很快也接下来了 两人对角色的理解都很深刻 而且演得非常自然 导演特别提到白静廷 认为他演的顾九思 在古装剧里 是个思想很超前的角色 尊重女性 对婚有自己的想法 而白静廷的演绎 很符合顾九思的特点 连导演都赞不绝口的陆剧演员 七 风吹半夏 赵丽颖 赵丽颖被公认是 八五花中演技最好的一位 2022年 他也凭借风吹半夏 和幸福到万家两部正剧 完成转型 风吹半夏制作团队 对于赵丽颖也都是好评 导演傅东玉表示 他看完原著小说后 对于许半夏这个角色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赵丽 导演傅东玉认为 赵丽身上有一种坚毅感 与许半夏很贴合 而且最初他们要拍这部剧 其实都有点忐忑 是赵丽颖的勇气 推着导演往前走 拍戏时赵丽颖同样很认真 像是风吹半夏 由于牧师许半夏 要扇董萧奇巴掌 赵丽颖的手 就真的拍到肿起来 非常认真投入 也难怪最后 风吹半夏呈现出来的效果很好 连导演都赞不绝口的 录剧演员 8.宇军哥 成毅 近年成毅主演的 莲花楼 琉璃底线的 都是豆瓣超过7分的好评剧 特别是莲花楼还破了8分 能有高评价 与演员的演艺脱不了关系 成毅也是一位 非常敬业的演员 当初拍摄古装剧 宇军哥 导演就称赞过成毅很认真 为了一个角色 会开word写文档 归纳角色的脉络 以及每一个阶段的变化 和成毅合作 理想照耀中国的导演 周迪也透露过 成毅曾和他说 我不要五星级酒店 我不要房车 我不要任何的特殊待遇 你们住哪里 我住哪里 你们吃什么 我吃什么 该动我 动我 该饿我 饿我 连剧中要求头发要剃短 成毅也没再怕 为了角色 都可以 是一位很用心的演员 连导演都赞不酒口的陆剧演员 九 爱情而已 吴磊 吴磊今年主演的心寒灿烂 爱情而已都获得高度好评 而爱情而已 导演陈畅 对吴磊也都是称赞 吴磊演好 与球转网球的运动员 吴磊花了三个月 密集训练 挥拍 发球 截击 导演其实没有要求 吴磊要做到专业的程度 但拍完时 导演把吴磊拍摄画面 拿给教练看 他们都觉得 吴磊在剧中呈现的动作很专业 不是随随便便演的 导演许鸿宇 曾与吴磊合作过穿越火线 他也说 吴磊是一位感受力很强的演员 吴磊会与导演和编剧 分享对角色的感受 看过剧本 觉得设定有漏洞 也会指出来 是真的有在用心走进角色 好了 看完以上 连导演都赞不绝口的 九位陆剧演员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